他把设备重启了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换各种东西 一个一个的试 然后最后试出来 这个东西不匹配 然后换一个就好了 这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其实蛮应景的 我们讲的是 Trace Profiling 主要是来追踪程序的这种行为 怎么样去看到程序执行的每一个步骤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 我叫长城 从2010年就在浙江大学 SEL实验室做助理研究员 在干了十年 主要专注在云渊生 以及分布式计算里面 然后2016年呢 兼职创立了杭州协运科技 专注在荣区营 然后2022年呢 我们开源了Kindling 这个基于EPPF的项目 2023年呢 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叫云关秋豪 现在专注在 故障的这个更新定位上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我这里就快一点 然后就是我们先就是介绍一下 可观性当前的一个现状 相当于tracing matric logging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接触的比较多了 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到底分别是什么了 但是现在一个趋势就是 OpenTelemetry 它会将tracing matric logging 这三种技术呢 融合得越来越紧密 其实就会看到 我们的tracing当中 可以看到matric matric可以看到tracing 互相跳来跳去 会更来越来越融合 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但是即便这样 我们找到故障的根因呢 仍然很难 那为什么很难呢 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代码在干什么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故障根因相对来说 是比较容易的 那比如说我们从日志里面 发现我们程序在干什么 推论出来程序在干什么 那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那可观测性的工具的出现 就是帮助我们理解 程序在过程当中干了什么 但是呢 有很多时候 仍然存在于盲区 也就是在可观测性 右边这幅图里面 出现了就是unknow unknode的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盲区的存在呢 就导致我们在 很多时候只能猜测 程序如果出了问题 它是由于什么导致的 然后只能猜测 然后边猜测 边去找证据 来证明我们的猜测 那传统呢 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传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 我解决不了 我就去找专家 找我们公司的牛儿 这个是非常 以赖于专家经验 然后我们遇到问题 专家遇到问题呢 基本上也是说 未遇到的个问题 然后他深入调研 通过各种方式去猜测 去验证 然后验证完之后呢 把这个经验固化出来 变成专家经验 这里有一个踩坑填坑的过程 那但是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就是 就是左下角显示的 就是如果专家不在 这个指标 大家能不能理解 比如说我问大家一下 就是大家理不理解 大家对CPU-throuter这个指标 有多少人理解呢 请举下手 麻烦 对 就两个人 对 是两个人 说明这个CPU-throuter 其实看上去 这个指标 其实在普洛美修斯的指标里面 体系里面 已经都是 大家都踩了 但是 其实真正理解 这个指标含义的人 是很少的 是非常少的 像我们在座的 只有两个人能理解 这两位是专家 对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专家 我请问一下两位专家 你们对CPU-throuter 那你们对内核的内存了解 对内核的网络了解 对内核的调度 都了解 估计也比较难 就是可能是 某些指标 就很难做到 全方位的完整的理解 所以这是很难的 只能是某一个方面 那对于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 unknode的问题呢 怎么解决呢 Gartner它其实有一个思路 在Gartner的这个APM 就是叫可观自信 这个魔力相线里面 它提到了说 基本上就是中间那一体 中间那一个黑色的字体 就是交互式的这种 去探索各种各样的指标 然后包括tracing metric logging 让大家可以交互式探索 可以从tracing跳到metric 从metric跳到logging 各种方式跳来跳去 这种方式我们认为 它仍然属于一种 启发式的牌照 就是我人如果 处理过这个问题 有经验 那我看到这个问题呢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那我会顺着 我原来的思路去排场 但是 但是 这个就依赖于运气 跟这些经验了 如果这个问题 你原来这恰巧遇到过 那它就刚刚很好 像刚才 我们遇到的这个现象 刚才为什么闪平 那个小哥 那个国外小哥过来 他跟我说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他没见过 所以他 他把这个东西 就强制重启了 不解决问题 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咋办了 所以后来 另外一个 那个大胡子 大爷 他估计有经验一点 所以他就把这个设备 换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就很有运气 他重启不解决问题 他怎么办 就只能一个一个的试 最后这个 刚才我们亲身经历了一下 就是他试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把这个换掉 好 没问题了 那只能说明 我原来这个设备 跟这个东西不匹配 只能说明这个一点 好 那我们要解决 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在程序里面 就是 其实我们先要分析一下 这些盲区 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 如果一次请求 它慢于平常 它就是比较异常了 那从一条trace的记录里面来看 APM的trace的记录里面来看 我们是可以定位出 哪一个spam比较慢的 这个tracing 这个是什么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实比如说我们定位到这个spam比较慢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面看 这个trace为什么慢呢 那我们通过APM的一些数据 它会给我们一系列的方法 来告诉我们说 有很多方法慢 那我们如果又找到了这个方法比较慢 那其实问题就变成从spam为什么慢 转换成了为什么这个方法比较慢 这个过程其实就从一个问题 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这个黑盒仍然是存在的 那其实根本的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代码 它的执行过程带来了盲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基本上一般写程序 写的是用户层代码 就是用户代码 那我们跑在呢 跑在公共库上面 比如说我们一些 就是那些 比如说Java的话 用的APA旗的这种内裤比较多 然后可能还用JVM虚拟机 如果Go的话就是Go的虚拟机 然后再往下面跑呢 跑到Glibc的这个内裤里面 然后再往下面跑呢 跑在这个Syscore上面 对于绝大多数人员而言 绝大多数程序员而言 我们熟悉的是用户态的代码 那我们可能还熟悉呢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圆码的话 可能对公共库的代码 还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对于虚拟机 可能就只是仅限于了解了 那对于下面的这种行为呢 可能就完全不了解了 这种模式 在传统云虚拟的环境下面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Glibc Syscore它的行为 跟预期是一致的 因为大家在虚拟里面 基本上很多时候 大家在云虚拟里面跑 我只要关心我的用户代码 就可以了 因为底层的代码 它的这个行为是跑 基本上是在独享一个虚拟里面的 很多跑的环境 比如说跑个四核八G 或者两核四G的这个程序里面 就是虚拟里面一个VM 就跑了是一个程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底层的冲突 共享资源并不严重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云原生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这个资源 是共享是非常多的 我们的所有的CPU 内存 网络 存储 全都是共享的 而且很多时候 大家跑的是一个大机器 这是比如说128核 256G的这种机器 去跑云原生的环境 这底层的程序 就有可能 由于别的程序的冲突 带来的共享的问题 会导致这个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诡异的例子 这里一个诡异的例子 就是Doc A 它在写程序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写操作 它会把Page Catch写满 写满了之后呢 Doc B 这个倒霉蛋呢 它的写程序呢 它在分配一个内存 就是MLock 分配内存 但是由于这个Page Catch 被Doc A写满了 所以内核 它就要清理这个Page Catch 导致我的 这个整个机器上 这个Node上面 所有的进程 都会慢 都会慢 这个是 这个知识点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吧 如果了解的话 请举下手 好 对 这个多一点 四五个人 对 这个知识点了解的话 这个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就不会想到说 我分配一个内存 会导致我内核 在清理换存 这个情况几乎 就是刚才我们在住的人 其实是比较少的 如果大家来排的话 可能就只有四五个人 可能会往这个方向想 对 这个例子想表明的意思就是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内核里面 有非常多的程序 是共享了很多的资源的 在云原生环境里面 所以就很多的知识点 其实大家如果要一一地积累 这是不现实的 然后这个盲区的本质 来自于这个分层代码的不熟悉 但是我们现在设计软件的时候 不可能不分层去设计 但是在跟我们的排杖 这就导致了矛盾 我们排杖只有掌握了细节 我们理解了它程序的工作原理 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东西为什么出问题 为什么异常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卖 这个细节才能对得上 但是这个排杖就导致了矛盾 那一种方法就是把每个人 所有的知识点 所有内核的这个东西 都去学习 都去理解 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 因为没有人有这么多的 超小的记忆力 这不现实 那有没有一些工具 能够把一些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 这些黑盒子的情况 包括分层代码 隐藏的这些执行情况 能够打开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些技术 叫做Continuous Profiling Continuous Profiling 我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是在谷歌 谷歌2010年发的论文 然后2019年 他们做出了第一款的 Continuous Profiling的产品 然后后续的 这个是CNCF 一个官方blog上面 有一个这样的图 后来后续现在很多的大公司 像亚马逊 Dead Dog 他们都在做Continuous Profiling 还有很多的开源项目 那他们怎么的实现原理呢 主要的实现原理 就是通过探测CPU上 就是我一个程序 它执行的CPU上 这个程序执行的这个方法 然后比如说隔一定周期去探测 探测完之后 把这个方法给列出来 从而相对于拍照 我在然后分析这个拍照的 快照的这个数据 从而得到这个代码的执行对战 所以在CPU的火焰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程序 它的哪些方法执行的时间比较久 可以看到这个方法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一个新创一个内存 导致内核在清理这个缓存 那其实从内存的角度 从这个火焰图的角度 是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块内核的这个代码 执行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这个是火焰图能够看到的一些场景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一个生产环境的业务 它不可能只有一个接口被调用 它经常的情况是 它会有ABCD 这种各种各样的接口 它都会被调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接口 它每个月调的次数是不一致的 然后呢 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 某一个接口 它比平常慢 它比平常慢 我们怎么样去定位它的问题 从火焰图里面能定位出它的问题呢 从火焰图里面 你要从统计信息里面 分析出单次的信息 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个火焰图 它记录的是一分钟里面 这个程序执行的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 所以你要分析出单次的请求 它为什么办 它的火焰图是什么样子 这个几乎不现实 这是它的第一个限制 第二个限制呢 就是我们知道程序的执行 就刚才说了 OnCPU 它的火焰图的执行原理 是去探测我们的这个程序 它在CPU上 它执行的是哪个方法 然后得到了这个程序的执行对战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程序 由于锁 由于网络 由于存储等各种原因 它被限制住了 它被限制住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在火焰图里面 在CPU的OnCPU的火焰图里面 是看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的 所以后来就有另外一个概念的出现 叫做OffCPU OffCPU它也会生成一个火焰图 告诉你这个程序 由于在Off的情况下 它等待了多少的时间 对 这个是OffCPU 但是呢 现在很多的 这个continuous profiling的工具 它其实是没有OffCPU的 然后即便有了OffCPU 它这两个 因为我们要分析一次请求 比如说UILB 它的执行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如果我们只看 从统计信息里面去看 就是前面讲的 On跟Off 这两个信息怎么串联在一起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你只要靠人 去非常极限地猜测 把两者关联在一起 这个是非常难的 然后还有一些工具 还有一些工具 就比如说 大家可能接触过的阿萨萨 然后包括 现在有一些国外的创业公司 他们在做的 像下面写的Let it run Let it run 他们是可以允许 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 去针对某些函数 去判断某些函数 执行了多少时间 看出这些函数执行的 这个包括参数啊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用的 它是一些神器 很多人现在都会用这些工具 但是这些工具呢 在云渊生的平台里面 它是不够的 因为它只能覆盖 就是用户层的代码 以及公共内库的代码 对于底层的这些GVM Glib-C Syscore 就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场景 如果我分配内存 出现了内核的这个CPU 在清理这个缓存的情况 对于这个Authers 以及这个Let it run 这种工具 它都很难去发现问题 去从而给到线索 那我们认为呢 我们的这个核心的速度 Tracial profiling呢 是可以打开这个盲区的 我们怎么打开这个盲区的 我先带着大家回忆一下 线程包括代码 怎么在操作系统上 执行的一个原理 就是我们用户态写的代码 用户程写的代码 不管你是Java C Go Whatever 只要你写的代码 在用户态 在操作系统层面看 就是用户态的代码 用户态的代码呢 它会在CPU上跑 会执行一些函数 当它执行到一些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执行到一些信用调用 还有一些响应一些中断的时候 它会陷到Kerno里面来 Kerno里面来 Kerno里面来呢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进行了一个模式切换 在KernoModel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当我申请内存的时候 它就从用户态 嵌入到了这个KernoTi KernoTi 然后KernoTi 比如说我现在在申请磁盘 申请网络 申请这个存储 申请或者是等锁等等 由于各种东西 我就会陷入到这种等待的状态里面 这个现场状态 在线索等待的状态里面来了 等到这些条件满足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线程的状态呢 又变成runable 是可以被CPU再次调度 当我们CPU资源充分的时候 又可以被调度到这个KernoTi 状态去继续运行 或者运行完这个 比如说这个Syscore 被执行完的时候 它会回溯到用户态 在用户态继续执行 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根据这个线程 把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点位 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点位 我们用EBPF 在内核的这个技术上面 我们去tracking 然后根据现程 根据这些关系 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同时我们跟tracing 关联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 把一次请求 一次请求 它执行的过程 完整地还原出来了 这就有点像我们 我们自己内部把它称为 程序项头 这有点相当于 我们看到了程序 在CPU上执行的 义无意识的执行过程 它可能 比如说先拿了 在程序上执行的一些 什么自己的一些 用户态的代码 然后可能执行了 一个系统调用 比如说EPUL 或者是分配内存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例子 分配内存 它就会执行一个 分配内存的Syscore 然后接下来出现了 一系列的 刚才那个例子就是 内核的代码 它在清理 内核的缓存 导致火焰图 就可以看到代码 在执行那些东西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 Kindling的开源项目 我们的核心功能 Tracy Profiling 其实就是想 左边那个 其实就是想要做到 把一次请求 一次用户请求 它的完整的 一个执行过程 我们一无一时地 还原出来 从而知道 知道这个程序 发生了什么问题 从而把这个盲区 给打开 让我们人就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了 这个程序 在干什么了 那我们当然也就 能回答 这个程序 为什么故障了 大概我们是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可以 吹车泵翻炼 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 我们现在 在官方网站上 我们记录了这些信息 就是所有的县程 所有的县程 它的执行状态 我们都被记录下来 可以被看到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县程 它之间相互的关系 等等 那每一个 比如说跟tracing 关联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tracing的span 它在干什么 它执行的 从时间开始到结束 它是哪个县程 那县程在干什么 我们可以一无一失地 还原回来 然后包括 包括刚才我们举例 讲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它的火焰图 它的用户态的火焰图 以及内核态的火焰图 我们可以把它 关联在一起 可以从而发现 到底是火焰图 这是哪段代码 是CPU的 CPU的代码 如果只能繁忙的话 到底是哪段代码 只能时间比较久 对 然后如果大家不熟悉代码的话 其实对内核代码不熟悉 像刚才 这些内核代码不熟悉 其实是可以 很简单的 去网上搜一把 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内核在干什么了 不用去把每个知识点都掌握 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然后还有一个 比如说网络 网络的相关的指标 我们也可以被关联进来 以及文件 存储相关的指标 也可以被关联进来 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trace profiling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就是user case 1 就是CPU的资源 收线的例子 那我们知道 在云原生的环境里面 大家都会给pod 分配 limit跟request 但是大家现在 我们问过很多的用户 大家分配的request 跟limit是否合理 很多时候就是我拍脑袋 我分配一个值 我拍脑袋 比如说0.52核 一个核等等 我拍脑袋 但是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多了 是不是少了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CPU利用率 CPU利用率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会认为说 只要总体利用率 不超过40% 不超过50% 认为这个程序 就肯定不会由于CPU的原因 而产生缓慢的影响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CPU容器的CPU统计率 它的周期是按照秒分钟 这种级别去统计的 但是在某一个时刻 比如说就某一个毫秒 或者不是某一个100毫秒一段 或者是200毫秒的时间段 仍然可能发生 我们CPU slouter 也就是说可以看到这样的程序 我们一个程序 它在执行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我们有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由于CPU资源不充足 会出现说我们run queue latency 等待CPU的资源调度 然后在CPU上跑 这个颜色代表是写的run queue latency 代表就是由于CPU资源不充分 而被从CPU执行上面拉下来 然后下面后面一个是CPU又可以执行了 然后CPU不充分又执行 CPU不充分又执行 这个每一个周期 每一个周期缺省的大概是100毫秒 那如果我有10个周期 就是一秒钟 一秒钟可以看到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程序的CPU资源 其实是 或者是你这个limit分配是不合理的 或者是说某一个时刻 在一个高峰时刻 它的资源是不合理的 但是其他的时候 如果CPU的资源利用率 总体的资源利用率 只有40%或者50% 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其他的 绝大多数 就是在高峰期以后 平缓了 它的这个CPU利用率又是充足的 所以现在有一些工具 可以做CPU burst 可以去临时的 去往后面的周期 去借一些资源 CPU资源去调度这个事情 对 但是你要去做这些行为 你得先知道 我有这个现象的发生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个trace profiling 可以看到一次请求 它的CPU资源不足的这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种 一种执行情况呢 就是我的CPU的这个代码 资源呢 如果执行的这个利用率很高 我们是可以 包括甚至某些情况下 我们CPU资源是标高的 标高的 那突然后来又降下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对应务有没有影响 包括对哪些trace是有影响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火焰图 你可以通过对比 通过不同的版本对比 看看这个火焰图里面 执行的这些数据 是什么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呢 就是存储的场景 存储的场景 我不知道大家 在生产环境里面 如果看到一个进程 它的IO很高 我们科技 可以科技各种命令 看到它的IO很高 但是它的 那写哪个文件 IO为什么高 它IO有多高 其实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统计的 从Linux命令里面 只能打的一些统计的数据 通过我们这个trace profile里面 我们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一次请求 从开始到结束 它中间这些紫色的部分 紫色的部分 都是在做文件的IO 包括我们可以知道 它在读什么文件 在写什么文件 写了多少数据 这个我们都可以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IO对我们的请求 有没有影响 这些毛次 是否是由存储导致的 然后还有就是DNS问题 然后这里可以统一 统一看成是网络问题 比如说在tracing里面 有个经典的问题 就是client看到数据很慢 server看到数据很快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client这边执行的一个 trace profiling的这个数据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它这个执行 在执行一个非常长的 我们自己自主动造一个故障 一个DNS的故障 DNS的故障 可以看到这个系统调用 叫ePort 它执行一个ePort的Syscore 它去执行这个DNS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ePort的数据是 从一个接口 访问8888.53 888就是DNS的这个服务器 53就是DNS的Port 我们看到它从访问到回来 这个系统调用时间很久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发生在 底层的这个DNS的这个调用上面 跟我们的程序 肯定就没有关系 那其实这个就可以用来做自证 包括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说 我们比如说看了一些网络指标 假设我们看到SRTT RTT 包括重传这些指标 可能会偶尔的波动 那这些波动 对我的请求有没有影响呢 那其实可能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们这个工具就可以注视它 让它知道这个程序 到底有没有受到这个请求 有没有受到这个DNS的波动的影响 包括受到网络的波动的影响 等等 然后包括GC的问题 GC其实大家如果生产环境 发现GC的话基本上都是靠经验去猜测 说这里有GC 然后后续看一些GC的时间点 那我们是可以把这个GC的时间 发生的情况给做实掉 怎么做实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GVM里面 VM之外的 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GVM的这个主线程 然后XNIO这是Undertown的一个模型 那它的这是一个业务线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图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CPU 先是这里边在红色的表示在CPU上跑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回应图 回应图里面大概可以看到 它其实在执行GC的操作 然后看到业务线程 其实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两个on跟off 是两个相互切割的这个情况 对比出来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情况就坐实了 是这个NIO 这个XNIO现场上面的这个业务 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 它已经被GC影响得比较严重 这个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锁的情况 在代码里面 在我们的很多业务代码里面 可能大家平常自己是不会加锁的 但是我们用的很多的类库 比如说数据库连接池 比如说线程连接池 等等各种磁化的工具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代码 它都会有一些隐藏的 这些锁的形式的存在 那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从我们的这种 这种traceablefiling呢 是可以看到两个线程 它的交叉的去等待这个锁的 然后时间有限 最后还有一页PPT啊 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 北极星的排上理论 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跟阿里龙溪社区 联合发布的 对 这个数据可以干什么 我们只要把traceablefiling的数据 进行一个分析提存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从trace span一次开始 到一次结束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它 它完整的 比如说一次请求 从开始到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CPU时间 网络时间 存储时间 然后以及等待时间 那如果对于专家 前面我们讲的专家而言 专家的工具而言 它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 总是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排查 因为线索给的有限 通过我们这个工具 我可以知道 比如说CPU的时间长 那我要排查的问题就是往CPU的方向 那我们可以下面去看 比如说RoundQ 再去看RoundQ的时间 再去看CPU的火焰图 然后RoundQ呢 又可以继续往下面排查 可以就是可以以一个标准化的形式 可以把每一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标准化去找到它 故障的这个原因 从而一步一步的下来 这个就是标准化的排账 我们认为这个北极星的排账指标呢 其实就想给大家设定一个北极星 让我们排账的这个时候是有思路的 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走 好 我基本上讲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样的监控的话 就是要是说做这个排账 就是说它会不会影响 就是这个系统本身的一些 就比如说这个系统本身 它的请求量比较高的话 就是说如果加了这些监控的话 它会不会就是对系统本身的性能 性能带来一些影响 我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刚才主办方要求我们重复问题 我重复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感觉埋了很多的 这个内核的点位 这个点位在这个高并发压策的情况下 或者是高法文量的情况下 对程序会不会有影响 对吧 是这个问题 是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所以说 我们要在内核态 第一个你买点肯定会有程序的影响 你买一个K-PROV 现在他们好像有一个Benchmarking 测出来大概是几十纳秒的一个影响 几十纳秒的一个影响 那你买得多 那肯定会有影响 但是其实这个只要你不把数据 你在内核态是可以处理掉的 这个影响其实我们自己压测下来 几乎就感知不到 可能一毫秒都没有 一微秒都没有 对 这个是感知不到的 在我们自己测试的情况下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给往后面 给好吧 你好 我问一下 我比较关心那个span ID 怎么和你现成的数据做关联 这个就是通过span 我们可以知道 从JVM里面 从JVM里面 这个是要有一个串联的过程 从JVM里面我们知道 这个是哪个现成 对不对 这个是要跟JVM Java Agent 或者是Go的那边的东西 是要SDK 是要结合起来的 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那我问一下 现在像Go和Rus这种绿色线程 就是Grease Thread能接控到吗 其实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的 就是你程序执行的时候 在操作系统上面看 它不管你是什么线程 不管你是斜程 你是什么样 只要在操作系统上的线程跑 都是这个逻辑吧 这个是没变化的 只是在用户台 Go的比如说斜程里面 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管理器 它在调度 在真正执行的时候 它还是按照操作系统的线程逻辑在做的 这个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OK明白 谢谢 后面 后面 还是接着第一个同学问的那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产线上面 有用Parascope 而做Continuous Providing 就是像您讲的 CPU开销确实很小 EPPF做这个事情确实很高效 但是它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存储 然后您又做Trace 又做Providing 它产生的数据量 会不会更加可怕 非常可怕 这个 我把问题重复一遍 就是我们产生的数据量 是不是非常大 非常可怕 从这个数据量的情况下 确实很大 比如一秒钟 一个Trace Profiling Profiling下来的数据 大概可能都是10兆到100兆左右 就看你的这个线程的 比如说我一个JVM里面有200个线程 如果200个线程都在跑 那确实数据量很大 但是其实这个是后续有办法是可以去优化它 比如说你不需要Profiling Profiling你出来数据之后 你在内存里面其实是可以丢掉它 因为这些数据只要没有故障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不用保留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在开源里面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这数据量确实很大 但是你要看清楚问题 这个是一个矛盾 你要看清楚问题 你就必须有更多数据 但是呢 只要不影响 我们的逻辑是只要不影响性能 看到数据之后呢 实际上是可以在边缘端产生一些算法 去丢掉一些数据 从而来保证总体的成本是可控的 是这样一个逻辑 好的 谢谢 你好 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北极星牌照指标 这一块是在Kindle里面已经有了 还是说只是一个理论的设计 阿里的SysOM也有了 Kindle也有了 对 有这个数据 第二个问题就是延续刚刚那位老师的 就是针对后面的一些存储的话 是有推荐的 还是说已经适配了哪一些存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源的项目里面 适配的是Electric Search 就是直接往ES里面存 包括指标链路都放在ES里面 对 OK 好 谢谢 对 是 你好 有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您刚才说 您做这个Continue profile的时候 对性能没影响 但其实 性能影响很小 我看您那个代码里边 用了好多KPRO 这个肯定有性能影响 这个您之前有具体数据吗 比如说是几毫秒还是怎么样 我可能对这个言辞比较明的 对 我们测下来 就是有一些Benchmarking 不是我们测的 其他的一些EPF项目测的 一次KPRO的买点的延时 大概是100纳秒以下 大概是100纳秒以下 就是您那个项目具体的延迟测吗 我们自己的测下来的延时 大概是1毫秒以内 1毫秒以内 对 一次KPRO是吧 不不不不 是整个的 我们拦截了这么多 这么多trace point 这么多 我看您代码里边 那个KPRO还挺多的 是是是是是 然后第二个 我看您那个项目上 存储是ES是吧 对 这个数据是可以一直长存吗 我们现在的核心还在探存端 ES只是现在 因为你总要有个工具来 把数据存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选择的是ES 我们这个部分还没有优化它 ES存储效率比较低 这种数据会持久存储吗 ES是一种持久存储方式 只是说它的这个存储效率不高 就是你们后边没有考虑适配 比如说CLEE HOUSE之类的这种东西是吧 暂时还没有 我们暂时先把探针先完善掉 你们这个后边有计划 做那种分析能力吗 你说的分析能力是 比如说只排帐 就比如说我可能会 在线下一直跑Continue Pro-Flying 然后我会在上线前 对比几次之间Continue Pro-Flying 火焰图有没有变化 这个是好的提议 我们以后可能会做 因为这个一直存这个玩意 对 没有这个计划是吧 不是 这是好的提议 我们可以做进去 听好了 不好意思 就是有加一些采样 对 其实未来的一种方式就是采样 可以减少这个存储也是一种方式 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回来可能会 OK 好 好 没问题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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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